第28題 媽媽幫弟弟用有底片的相機拍照 下面有關於相機鏡頭和底片上成像的敘述 哪些是正確的 假鏡頭相當於凸透鏡 這個算數是對的 因為照相機要能夠在底片上感光 要光線實際上能夠到達 所以它要能夠成實相 凸透鏡才會成實相 凹透鏡只會成虛像 所以鏡頭相當於凸透鏡是對的 所以假正確 因此已就是錯的 因為他說它像凸透鏡 再來是成像在鏡後一倍焦距到兩倍焦距間 我們曉得我們的霧在無限遠 像就會在焦點 霧在兩倍焦距 像在兩倍焦距 霧在焦點 像就會在無限遠 而我們今天在照相機所成的像 是一個導力縮小的實相 所以它要放在兩倍焦距之外 所以它的成像就是在焦點跟兩倍焦距之間 所以丙的敘述是對的 成像在鏡後一倍焦距在兩倍焦距之間 所以丁的敘述就是錯的 剛才在講的過程當中 我們已經提到了 我們的照相機成的像是實相 而且底片很小 能夠照到我們的全身 所以表示它是縮小 那麼實相都是導力的 所以它成像是一個導力的縮小實相 所以呢 物是錯的 幾是對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我們正確的敘述呢 是假 丙 幾 因此 我們的答案選A 第二十八題的答案選A 敘述正確的是 假 丙 幾 最早的答案選B 第十八題的答案選B